吹回生死隔天心的價值才能救台灣 找回誠實和廉恥心的價值才能救台灣 孫美姐又來了,孫美姐很可愛 她上次向時代大案用母親的愛呼喚 希望她舊頭的心,希望她能變軟 結果沒有啦,你看剛才香港還用10千元 現在10個車過後就可能要清理戰場 可能要大屠殺 對啦,清理戰場 這樣說比較舒服 因為你都在關心台灣 香港如果有一個風吹草動 我們這邊也會很煩惱 遍地開發,台北、台中、高雄、台東、花蓮那邊 我也有幫她,大家都去撐鄉港、赴台灣 你也有去參加嗎 對,我會 你來依這個母親的心情來講一下 各位蜂蜢蜢的電視台的聽眾朋友大家好 其實我今天也沒有什麼準備 這主要就是我沾對到我們長得在遊行的一些事情 我向大家聽眾來報告一下 我們長,雖然風吼很大 但是也沒有辦法阻止我們,打倒我們 說讓我們有退心 我們還是要堅持到底,走完整個行程 這時候人們很感動,大部分都是年輕人 這個時候都是年輕人出來 就讓我們覺得說真有信心 覺得說真有信心 尤其是對到合運師,讓人拍拆的事情 我第一次就順著 我覺得我們台灣,在這個本土的台灣 我們長長久久說我們是一個民主的社會 民主的國家 我們是這個雙人,我就覺得有一個疑問 當然這個疑問,一定是大家都認真 你看看我們一個社會 我們一個地方 統促黨、民黨、白人 那些人,為什麼一直在理山 會讓人家囂張 會這樣打壓 他們是瘦瘦的人 是怎麼那麼多 整天都在打壓 為什麼他這樣也是去幫忙 為什麼法律,我們的政府 對這種人就是很認真 我們都要保護壞人 對啊,所以我就覺得 明明全世界全球都看到 你這一種的手法 那就是達到一種恐懼的行動 對,你就是敗戀的行動 你正如說你走到哪邊 你這次有一個家庭 誰的人就對了 父母和一個小孩 在中山大學到那裡 公然就在那邊挑釋我們台灣 居然還是沒有辦法治理他 我這是覺得很遺憾 還有一個大學生 大學生 他們在中國過來 這個大學生 幫我唱唱 你知道嗎 還有那個女學生 站在那裡說 你怎麼會把我抵抗我的 對,我會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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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就對自己的同學 你是來這裡留學而已 你是多少人 你這麼多人 你這麼多個土地 你把他這樣求公園 把我們抵抗 把他們求公園 結果政府 我們的保護司法 是來保護我們台灣人 是來保護他們 這是給我 警察又叫他 不要拿報案單 不要報案 就是說 還有一個人 說 他要拿錢 給他打的女學生 叫他不要哭就對了 這樣 想要說 另外叫他 一對女兒 沒有說他用錢 洗下來 這樣 其實我現在 我們台灣人 一直一直都很善良 我們台灣人 你走到世界各國 你越去看 你就越愛這個土地 你就覺得這個土地 就是 烈情的 台灣人 我們的錢 我們的錢 我們的用 而且我們真的很善良 但是我認為 今天為止 我們看到事情發生之後 我好像說 有時候 非常時期 必須要用非常手段 人不放我 我不放人 你看香港人 你把我打我 我自己拚 你沒有讓我生存空間 我為他生存空間 都沒有 我還有什麼 我就跟你拚到底了 台灣人 很多人就安於現狀 他沒有經過台灣 當然我們也沒有經過戰爭 我們也沒有經過失去國家 那種的恐怖 但是 我們就是要畏語籌 因為我們的國家 根本就要收他一個 真真正的國家 大家都在討論 我都經常說 我們這個政黨 就是國民黨和民進黨 我只能說一句話 他就是依附著那個民族 依附民族 這個分贓利益 你知道這個事情 實在很明顯 就是 是非黑白那麼明顯的事情 為何他們就在那邊模擬兩可 這個事情 你公園這樣欺負人 你一而再 你看他們當初是都沒有安倍 你一而再 在兒三的欺負人 為什麼屢裡 他就是沒有事 你去就是他又出來 這樣大家就 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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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又做 反正我又不會怎麼做 反而是 我們有時候 人無可人的時候 我們跟他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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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什麼事情 這天底下 跟我們台灣 會出現的這個事情 時代代不是經常說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你現在是在打什麼人 對 浩江時代 你真的打死小孩 你真的不認識 對 那不是糙纏的手段 你剛剛說 你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你講這種話 你自己羞不羞愧 你慘不慚愧 我講真的 你如果說台灣 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但是香港人 他的土地都黏住了 他們說法律上 又已經回歸了 對 不打中國人 你看已經死掉 一千多個了 那你是小孩 十幾個小孩 你也跌了 你身體太大 你也跌了 還有新的十五人 站到樓梯 這樣 所以 我覺得你越走 你越走 很多人參與 我們長也是有人參與 也有人參與 人眼對待 說你沒有台北市參與 我長走到一半 我就去台大醫院去 就有便所 既然有一個 其實我沒有記憶的 他是一個志工 服務台志工 他就叫我 他說你們到底是在 你們是有什麼行 你們是在有什麼行 香港的事情關你們什麼事 你們沒事為什麼要挑釁 挑釁中國 你們不能跟人家好好相處 我告訴你 我聽到他在說 我真的 我很想要跟他講 因為那是他 我們說起來 我們十幾歲的外交 我們就會很激動的跟他吵架 我們也不知道要講什麼 其實我真的是三條線 我說你真的 你七個半 你不知道死我 人家已經打到你們台灣 打到你們門口 你還說人家和平相處 誰跟他和平相處 你當的當你親不親 你親問的 這個婚大 就對嘴台灣 你還有什麼人跟你和平相處 本來就是這樣 我們台灣人最善良 我說你這樣 你無知啊 那個叫無知啊 我告訴你 我是覺得大家都想起祖書 過的人生真的過得太安逸 你沒有那種違紀意識 你穿起大到你面前 你們家來 你還在那邊 你還在那邊說 人家常常前輩 都說溫水煮青蛙 那種的慣例 就在說給你聽 你不要說我們眼睛 你沒有經過的事情 跟你無關 你無關 你看燒到你們家 我看你有關 人家都不可以幫你打火 是不是 所以我們台灣的心態 我覺得 那種眼睛 鼠目春光 要用樹光在那裡看天 結果 又說不是只有七月半 不知道是多少 他已經 我們已經沒有明天了 他在想你眼睛經驗 你看他 你看他在對待鄉港人就好 鄉港人那種人 當初是 他也是反對我們常常在走街頭 因為他說要顧經濟 今天你是怎樣 我們就要去看他 學習他 當初是他這樣看 你們看我們台灣 在走街頭的態度 官方經濟比較好 幾天就走街頭 你走的是什麼 因為你的管理 讓人受到人群害 所以你就走出來 那我們今天沒有直接 我們百姓老實說 我們沒有直接說 你都受到什麼親愛 可是你不能說 我燒到你家的人 你才會喊救命 誰要來救 今天沒有受到親愛 沒有保證說明天在那裡 就沒收到親愛 像我說 修法的家 做為惡賊的靈鄰居 在託位做出兵 對啊 三天五天就幫你威脅 三天五天就干涉 我們的國情 今天你們所有的政治 你看 不是看到他在做頭路嗎 修法你為什麼不解決 你也是看到他 為什麼我們自己的國家 你既然你要做總統 你就要有那個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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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然你選什麼 我都常常說 你有什麼主角做台灣總統 你做台灣總統 你還要聽閉嘴的話 你還要聽他 看他的面色 他怕他不開心 他就怕他不開心 對 我好像常常在照片 我先生常常跟我說 笑說你常常叫新落台 真正我都常常 叫新保備 你照片要叫新保備 其實我的意思 譬如說我去台嘉一間大廟就好 我常常說你生命 有爆發眾生的結論 還不然你平什麼坐在那裡 讓人跟你招牌 對不對 每年就在批勒在彎 你也在批勒 也在批勒插給人彎 你這樣是什麼 你做生命的人 你插頭 你教孩子大歲 你平什麼坐在那裡 你就落台就好了 我在想 我都常常在說 我不要相信 我會讀你 真的不對 新民是怎麼坐在那裡 是因為我們最初 你會賭到 不然我們就來拜 我們的公子 我們拜祢要做什麼 就是我們好法 你所做所為 大家人給你尊敬 人給你好法 那一樣 我們的總統也一樣 你憑什麼 這麼多人 如果要成為你們 這樣做 大家也可以做 對不對 大家也可以做總統 你之所以大家選你當總統 就是你要有保護台灣人 安於這塊土地的責任 跟教化的責任 我是認為這樣 當然每一個人的生活不一樣 或者是 這是我很簡單的想法 我們身在這個土地上 我們有教學 我們有那個 我們本來就是要享受 我們該有的權利就是 安於住在這個地方 讓我們安居樂業 對 現在台灣是變成什麼樣 司法改革 大家都在呼籲 司法改革是迫切性的 當初是在雙擊的人 說迫切性的人 為什麼我們都不在做 你今天 我告訴你 一樣的道理 你今天 我都在煩惱 大家在寫說 大家也在煩惱 一天露臨是君 你如果去弄關 不知道要什麼人幫你責任 在寫 沒有 稍後 讓他關 我們大家到來旁邊 不是 你不要覺得你現在高高在上 這種事情不會發生在你身上 我跟你講 其實 不一定 我們這個國家的事情 就是這樣瞬息萬變 也不一定 對不對 你有一天 你如果露臨 你面對就是一個反對立的人 如果自己反對要怎樣 是不是這樣說 所以有時候 我不知道 看到現在的人說正經 冷漠的冷漠啦 唱衰的唱衰啦 那沒有 那我們政治人員 又沒有那種 誤死 沒有那種擔當 沒有那種責任感 那整天就想說坐享其成 坐在那邊 反正我就安宜這樣做好我的總統 對 就是他們沒有很多委員 我們不只需要一邊一國行共同出來 他們如果有很多委員 就吃肉太遠 沒有辦法 本來就是 對啊 就是因為做得不得人 聽 真的不懂 你知道嗎 我幾個月之前都有跟你們說 其實我們當選的時候 兩任的時候 第一任他沒選上 我們也很失望 第二任我們也是 每一任都出錢 出錢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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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很失望 我都聽說 畢竟他是我們台灣的總統 我們也不忍心 在這家店裡都在講義 但是你 我告訴你 做事也是都做不對 你做總統 你要不死的去反省 你不要認為你做錯 人民在指責你的時候 你就覺得是人家在回報你 或什麼 要用誤要用誤 你就要去好好的思考 說我到底哪裡做錯了 你的路才會越走越遠越寬 他如果有這種反省民意 他今天就不會這樣 我相信說 你看他做總統 之前我們待會看的 經典名片 你看他 滿面孫真 很可愛的材人 現在跟他惡婆婆 你看他的民用都改變了 你昨天跟他今天都沒有改變 結果他就改變了 就表示他過得不快樂 為什麼過得不快樂 因為你的痛苦 我就是來自於你的無知跟自私 其實我都 無敵跟祖書 其實一個人 一個人你肯比較大 你肯給你做 你做到總統 已經是台灣最大的官員 做總統 你幾個好 還給你連任你又四年 我講這你還四年 四年卸的人 你還是一樣平凡人 沒有啦 這四年 不過這四年裡面 八成的腳架和手架都會說回去 我也是期待說 台灣人的手腳骨都被你打斷掉 真的 我們也是希望他有所反省 因為我就說過了 其實他也沒有做過市長 也沒有做過 當然是他做總統 有很多的市政 有很多的國政 可能他也沒有那麼多的 其實人好還對於有狂人 我想三年多來 都沒有那種 到現在純粹後的幾十天而已 他會變成這樣 我才不相信 我不相信 我都不知道 因為我都說過 他代表我們走出去的人 也是問 問說 你們來自台灣 你們是總統 我們也不可能 我們走到國外 雖然在這裡很想去 我們走到國外 人家在這裡說 我們拍照 我們也是在黑了我們的總統 一個女兒可以做到總統 也是不簡單 他有他的困難度 什麼 我們也是提供的 那就是愛惜 愛惜這個國家 因為我們都有相當的 一個程度的認知 那個就叫國家意識 那你身為一個總統 你必須要比我們 有更強烈的國家意識才對 不然你怎麼會去選總統 那你後一次我來跟你選 因為我的國家意識比你更強 對 對 我也很希望你出來選 阿 那久我就覺得 魯秀蓮比較有價值 你看人家說話比較有國際性 其實 當然是這樣 順順的潮流這樣走 我們也不意思 因為我們是一個平凡的人 我們只是希望納稅的人 我們是一個平凡的家庭主婦 我們希望 帶給我們一個安定 安居熱業的社會 讓我們出門都覺得很安全 我說真的 我問過很多人 你說到三年多來 很多人都生活上 精神上都處於焦慮 對 很多人都是處於焦慮 那這樣的焦慮 我跟你講真的 論來自什麼 來自你給我們一個 一個不安定的一個生活 對 他不可以也是 拿恐嚇牌出來用 他也是不可以 如果沒有我 就沒辦法 有辦法 動中國 沒有人可以當子彈 他就是自己媽祖補害 其實我相信 我今天不是拿他講話 有時候我覺得 我們不在其位不自其難 或許他做到總統的高度裡面 有很多他不能巴山包海 很多的小事 小事實上有很多事情 他是看不到也管不到的 他沒有辦法管到那麼透色 那既然如果說任何事情 已經有舉證出來了 舉證出來就是說 譬如說你招數分 已經讓你看在眼裡 你就必須要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當然你講的是前朝的問題 都有 那我也相信前朝都有 但是 以立任總統下來是你的最多 陳水扁總統 他是總共有幾百條 是因為人家做公關 那是不得已的 這個都會有 但是你的比例是太高太多了 你要去做處理 你不能躺路你自己 因為你的官員 不是說大家都人品那裡 好嗎 是不是 大家都有孫心 你必須要為這個事情 你去 你很果斷的去處理你這些案 你不能包庇那些人 你包庇那些人 你包庇那些人變成說 你自己用得如何 你在施政當中 你希望你的官員 你底下的人都沒有事情 都做得很好 我跟你講 世界上沒有那麼好的事成 對啊 你看那個什麼 那個川普 他那裡 也沒有說 你馬上就被滾蛋了 馬上呢 一個毫不考慮的 人家就叫他滾蛋 人家就很尊敬 你說你陳明文這三百萬 我告訴你 大家都心知肚明 我相信蔡英文總統 你也心知肚明 對啊 我講真的 你為什麼不要處理 因為你就是要暗截 你的官員 你覺得說 他們是很高道德 他們是沒有瑕疵的 但是 你歷歷照目 尤其陳明文 你是臭命 臭怕事 這種人 那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你把他抓起來用 然後你又包庇他的那種醜事 我跟你說 你連累的你 你自己都不得而知 我說我還有另外一種 跟你不一樣的心態 就是說 是不是他自己 他的缺點太過於巨大 被身邊這些小丑們 都把他抓起來 變成說 他們 三年我 我說正經的 應該也沒有 管理壓 又沒辦法 因為畢竟很多他任用的人 都是藍營 你也聽說 他都用老男男 為什麼 我在想說 他本來就是國民黨的體制的人出來 這是一定的道理 你說你要用邱泰山 然後你要用什麼 好 你要用邱泰山的前提 邱泰山前來 他也是違反去關說 對 你也沒問題 你也是沒問題 你不能說你的官員 你局處所長 你的官員出了事情 你都讓他倒閉 他都沒有事情 你用這個很多的事情 沒有事情的事情 你去把前總統 簽建在那種領域當中 讓他不得自由 那我覺得你這樣做起來 是讓人感到唾棄 其實今天 我經常說一句話說 很多時候貪污本來就不被允許的 但很多的證據已經顯示 他並沒有貪污 是因為國民黨他在打壓 追殺一個總統 那你其實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你何以講說 你是怎麼 要選舉的時候 你說阿伯的事情 他會處理 因為他知道他是政治破壞 然後他也知道說司法不公 然後司法破缺的需要改革 你是怎麼搞的 他用這樣來騙票 他如果沒有這樣的話 騙票騙就對了 他最主要就是 要用這樣來騙票 現在就是說 我們現在有時候在想 他像最後這幾天 他不知道還要併什麼 他那裡的反化 沒有撤職研辦 他想說選舉的時候 要回合他的民生 也回合不起來 我相信你們如果算 也支持度可能也下滑很多 我在想他自己本身 應該也非常清楚 你說要參與 第一次說 他當選那種氣勢 我看不見 但是我真希望 也很期待 我們在說有時候 我們在這裡說 別人說 有時候我們最真切 因為我們沒有求 我們無求 我們只是希望 你能夠更好 讓台灣能過得更安定的生活 我們只求這麼 這麼薄落的 這麼一個奢求而已 一點點的祈求而已 只是希望能夠生長在這塊土地的 每個人都能夠很安居熱夜的 這樣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因為蔡英文 他這三年多來 他的執政並沒有讓我們帶來 台灣人說 英文感說 我真做台灣人 對 結果我們有用那個 王國乾 賣芒果乾 用這樣 不然就用中國 來向我們喊嚇 其實我們百姓來講 我們都是很卑微的一些訴求而已 那只要你做好你自己的市政 該做的 該處罰的 該包獎的 你通通都做了 我相信 我們還是 台灣人真的很善良 再怎麼樣 都不願意說 國家會分裂到這樣 也都會支持你 對 是希望說 你可以聽到大家 對你的呼喊 就是說 很多事情 你必須要 徹底的再去改變一下 你的作風 因為我經常說 讓你更嚴重 你也是四年 四年之後 你也是平凡的人 你一輩子 裡面一輩子 帶著人家 唾罵你的那種 那種事蹟 拖著這樣子 堆在你的肩膀上 這樣子走一輩子 你也不希望 對不對 他是人民選出來的總統 對 我是人民選出來的 我們台灣人選他當總統 是因為我們愛這塊土地 我們愛這個國家 對 我覺得的話 就是選人民黨 也是一樣的道理 對 對 我是人民選出來的 我們是心存一個期望 就是說 能夠把台灣 帶到一個更正常化的國家 人家叫民進黨 不要這樣 會不會死去的 總民進黨 民進黨 走到死去的路 那是我自己叫起來 所以我們民進黨 網前也是有人在他算 只是說 很多的事情 我們哪不便說 對 我們那個事過境界 對啦 我們最主要現在 我們現在還來看那個 看那個 經典名片 人家是民選出來的 沒有看這幾年裡面 真的是 心心的 都 都要睡不著 蔡英文 動了氣 連講六次叫大家安靜 不過現場繼續鼓噪 蔡英文乾脆正面回應訴求 對阿扁總統的人權 跟他在司法上 程序上的權益 我們一定會全力聲援 我們民主進步黨 會負起這個責任 我們不會讓你們 自己孤單的挑起這個責任 保證黨中央權力聲援扁岸 蔡英文一邊向停扁群眾 台灣 中共 台灣 中共 中共 台灣 台灣 洋 中共 中共 台灣 楊